女人最讨厌被触碰的三个地方 男人要记住 一 初恋 每个人的初恋都是心中不可踏足的境地 那涉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 懵懂与情感 倾泻了自己最好的年华 最纯真的情感 初恋对所有人来说 就像是一个结佳了的疤 佳却始终在 接一点就多痛一分 既是初恋 那必定是没有得到的 注定了的悲剧 倘若再被提起 那感觉一定是很难受的 二 第一次 第一次对大多数女人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 既然给 就一定是给了她认为 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也是她付出了很多感情的男人 而失败的一段感情 给她的打击一定非常大 所以女人的第一次 总会对别人坚口不言 而且她怕提起后 可能会失去自己现在的另一半 三 过去 如果不是她自己对你提起 最好不要过问她的过去 过去有着太多的内容 或喜或悲 或哀或愁 如果她现在落魄 那么曾经的辉煌 会让她更加伤心 如果她现在辉煌 那么曾经的艰辛与酸楚 也会令她不好受 所以女人的过去 最好不要提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